欢迎收看展哥讲股 越讲越涨 满手持股要小心 我觉得现在的盘势 看起来真的是有点越走越危险的感觉 所以还是要加一点空头的部位 这个地方如果你喜欢还是持股满档的 因为如果你有听我们讲 一路有听的话 我们大概很早以前 我们就已经开始出场了 我们回忆一下 我们应该在这边 这两天我们调节清仓 然后这一段又稍微坐上来 我们这都公开操作的 那时候也都在那股民开讲 所以我们都直接讲得很清楚 那这边坐上来我们也出了 然后OK 现在持股部位都非常低 所以基本上现在震荡 我们是比较放轻松的心态 但是如果你一路有听 但是你都没有调节的话 哇这样你这一段报上来报下来 其实我觉得应该心情很痛苦 所以其实常看我们节目 大家会给你一些操作一些帮助 然后再来今天带大家看一下 从个股的走势 来看一下景气 因为大家都听过 股市是经济的橱窗 可以说是领先指标 那之前我在连线也有提醒大家 一些的个股说 我们要什么东西 我们要观察什么个股 大家都有提醒过 然后今天我们在股民开讲 有告诉大家说多空的策略 我觉得这个部分 在近期的盘势 大概会 我觉得应该会蛮好用的 那多空策略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然后 其实我跟今天跟那个主持人 跟佑达在聊 他一开始他也觉得 很复杂 那其实听完没什么嘛 其实就做一些空头的保护 或者是空头的策略 放空个股而已 其实大概就是这样 但是 却可以让你在盘势不明 盘势有风险的状况底下 真的还能全身而退之外 还能赚钱 所以多空策略 我觉得非常好用的原因是这样 那当然很多 那个避险金很常运用 当然避险金还有非常非常多的策略 但多空策略 我觉得是简单易学 而且好用 而且面对盘势不稳定的时候 大概是非常有帮助 OK 那今天早上当然有一个新闻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OPPO OPPO当然大牌子嘛 大品牌 手机品牌 他自研晶片收摊了 所以对于产业来讲 联发科一好 产业两坏 所以这个部分新闻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首先 手机业多重逆风 多重逆风 那当初OPPO耗资百亿元人民币 在那个启动四年的这个晶片业务 折库 折库宣布收摊 你看花了百亿 做了四年 现在宣布收摊了 这就有趣了 那另外 因为OPPO跟那个台厂IC设计 合作关系密切 所以一般外资解读 这个代表5G单晶片进入门槛高 所以代表什么 高通跟联发科 高通联发科应该 未来有机会 持续的那个 受到青睐了 因为我自己没做了嘛 我当然就要买5G晶片嘛 所以会有利高通联发科 这个逻辑我觉得没有问题 但是因为高通跟联发科 是那个竞争对手 所以肉搏战持续 所以代表什么 手机产业需求还是不振 毛利率仍然是压力如山 所以在这种状况 我觉得特别注意 然后OPPO在5月12号 发布声明说 全球面对全球经济 手机市场不确定性 考虑完之后 决定终止折库的业务 接下来妥善处理 一如既往做好产品 持续創造价值 当然这边就官话了啦 但是OK很简单 他们做了四年 做了四年 花了这么多钱 然后到现在放弃了 那这代表什么 第一个赚不到钱嘛 有赚钱我当然会继续嘛 就很简单我赚不到钱 那当然像前面讲的 5G晶片好像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我干脆外包比较划算 我干脆跟联发科买 我干脆跟高通买 比较划算 那我挖角 挖角进来 高通联发科 紫光 这边挖角人过来 那倒不如我跟人家买 其实最终可能是这样 所以一定 必然是出于什么 成本跟技术考量 大概就不外乎这两个原因 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举动反映手机市场不确定 然后对那个联发科 客户自研晶片的疑虑 那当然 联发科的客户 他没办法自己研究晶片 自己研发晶片 那当然是有利联发科 没有问题 联发科这一段跌多了 看起来最近也比较止跌 也比较相对低档 看起来好像也有法人在介入 所以这部分当然也有可能 所以后续联发科 有没有可能 刚好来到低档的位阶 刚好起来 这不一定 还是要观察 然后再来 另外表示 另外表示什么 OPPO退出市场 可以解读成 对整体市场来看的话 当前中国手机试矿不佳 手机试矿不佳 我觉得这个大概是一个重点 应该是一个很关键的位置 那过去 过去我们在连线的时候 我常常大家提到 我们在讲面板 面板族群 面板要看什么 之前我连线就讲 如果看大陆的景气 我们可能要注意什么 瑞鼎 因为瑞鼎 它有八成的客户 是中国大陆的手机厂 中国大陆的厂商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 瑞鼎前面的走势 所以你看这一段走势 其实蛮强的 跟着什么 那个 那个什么 呃 莲勇 莲勇 对 一直想不起来 你看跟着莲勇是不是一样 一段几乎是沿着月线一路涨 对不对 但是你看喔 瑞鼎来到这里 这里 创高之后立刻拉回 立刻拉回 这是一个警讯 这是一个警讯没有问题 但这个警讯我们也不知道它会马上怎么样 跌破月线 然后再怎么样 再跌破季线 所以大家记得 它在这个位节 4月25号的时候 灌破季线 灌破季线 然后这边 再形成一个平台 那灌破季线的这个位置 我们再帮大家看一下 这个位置对应前面的低档区 这一次回档的位置 这一根灌破季线的长黑 除了破季线之外 也破前低 也破前低 然后破了前低之后怎么样 反弹 站不上 再下来 再反弹 也是挑战一下 就上不去 然后这里又高不过前高 又高不过前高 所以这个地方大概也是一个 比较明显的放空点 如果真的要空这一档的话 这地方大概会是一个明显的放空点 那这里你说当然就可以用这边 然后用季线来当个停损的位置 那这个位置是383嘛 383如果用高点403 那其实OK 也在我们设定停损的范围之内 对不对 那你当然这边高不过高 这里去长次去放空也没有问题 就跌破这个高点 452 所以这里刚好突破0.5块 452.5马上跌破 所以跌破这边 试单放空也是一个选择 也是一个操作方法 所以大家记得 通常高不过高 我们是不是 可能不会叫你放空 但是我会告诉你说 高不过高是不是应该怎么样 调节 应该要调节 所以这边调节 这边破再来出场 我觉得大概没有问题 如果是我的话 操作策略可能会这样定 或者说跌破十日线出场 但是因为前面是月线惯性 所以我可能会设 跌破月线出场 OK 那这个地方 这里先破底 他开第一枪 对不对 再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相同族群的 3545 来这边 是不是也跌破季线 敦泰 这边创高完 拉回跌破 这边跌破前高 跌破这个高点 那跌破这个高点的位置 隔天又跌破月线 那这边反弹站不上 这里反弹也连碰都没碰到 再破 就不意外了 就不意外了 而且我们看瑞鼎先破了 瑞鼎4月25号 这边 他敦泰跌破月线的时候 瑞鼎已经跌破季线 这个地方可以值得注意 然后再来4961 4961 你看也是 10月21号 他是更早跌破季线的 但是这边整理整理整理 一个横盘 今天怎么样 今天是不是再破 再破整理平台 所以看起来 所以看起来这一组 有点危险 有点恐怖 8016 细创 相对好一点点 但是一样 这一天 4月25号 他也是跌破季线 跌破季线 反弹也站不上季线 然后这边再跌 今天还破低 收盘也是创新低 盘中当然收一个下引线 没有问题 但这都是往下破 都是往下破 那当然老大3034的联友 他相对强一点 然后这一天 4月25号 也是一样 灌破季线 但是那时候我们抓什么 我们是不是抓前低的位置 我们是说 有可能形成横盘的格局 OK那这里 隔两天又站回来 没有问题 那这边往上挑战 挑战越线 当天就上不去 然后又下来再破 所以这个 今天的黑K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第一个 他破前低 破前低 然后这里盘中 有没有在创低 盘中也创新低 然后这边收盘 400.5 那刚好还在400块关卡 以上一点点 一个TIC 所以明后天 我们就要观察 400元的整数关卡 能不能守住 如果真的能守住的话 上来如果407站不上 其实往下的几率 也还是偏高的 这一部分提醒大家 操作上要特别注意 然后再来 从手机的部分 我还会提醒大家看什么 3105的文贸 因为PA 公立放大器 在手机上运用 是相对比较 比较多的 所以文贸的走势 其实上礼拜 上礼拜就已经在公布说 第一季亏钱了 我们看一下第一季亏多少 第一季亏0.95元 亏0.95元 每股亏0.95元 但这个地方 你说从前面 是不是就开始 有点转弱的迹象 对不对 你看这边 季线都还向上 但到这边 是不是季线开始转 转空了 所以季线开始向下 价格在季线之下 所以这一段区间 看起来是不是就 比较恐怖 然后它是4月21号跌破季线的 这一天呢 应该4月19号就跌破了 但是破季线之后 往上测一下 上不去 是不是怕就下来 然后这边 想要打第二只脚 没成功 今天跳空一开低 就往下灌 就往下灌 灌到最惨是跌停 不过当然 以这个位阶已经跌到这里了 我们当然就不建议 在这时候再去放空 但是可以注意 这个地方 它那个 这样子破底 跌下来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就要注意说 那其他同族群 到底怎么样 那8086 红杰科 这个位置 看起来这个小平台 也被跌破了 也被跌破了 那这个小平台 是不是对应这里的整理区 所以这个整理区 有没有支撑 就要观察 这就值得观察 但是从这边 跌破季线 反弹反弹 再跌破 再反弹 上不去 就下来 看起来走势 好像也蛮合理的 2455 全新 全新整个相对比较强 相对强一点 这里回测到季线 有手 上去 还站回月线 但是OK 今天一根长黑 这一根也不算很长 但今天这根黑黑 也是跌破月线 也是跌破月线 但是相比刚刚两党 它算强的 但是通常同族群 会被带下去 所以它能不能独强 这要注意 所以大家看这一组的时候 稳帽 红杰科 一起要注意 如果你手上有全新的 还是建议要做个调节的动作 我觉得会相对安全 另外包含3443 创意 来创意这边 当然这边看起来 哇好像很惨 这里是千元关卡 千元关卡 那这边跌破千元 是一根 长黑K带亮 跌破季线 没有问题 但是一天两天三天 第四天又站回 所以这边定义成 假跌破没有问题 基线一般我们抓三到五天 可以站回 我们还是可以视为假跌破 所以这边假跌破一根长红 又站回来 这边没有问题 但是OK 这里要挑战前高了 这边就要注意 因为这个高点 这一一一八零 一一八零 来这里高点多少 一二三零 一二三零 然后这里 这 哎不对 看一下 对这里高点一二三零 所以这里高点跟这个高点 同样的位置 上不去就下来 跌破月线 然后这边破季线 假跌破再上来 然后那这一个高点呢 来一一八零 一一八零的位置 一一八零跟一二三零 其实差五十点 连上去 如果连上去摸一下 都摸不到的话 那就要注意了 而且近期这几天 一一八零的位置 这里再挑战一次 是不是来到一一七五 所以差一个tick 千元以上是五块钱 一个tick 所以差一个tick 上不去 又下来 所以如果 它再下来 再跌破季线的话 会不会这次又变成真跌破 我不知道 但是OK 这部分我们带大家看一下 来创意的角度 它年增率 年增率 四月营收年增率 来到13.39% 过去我们可以看到 比较明显 数字比较小 我口头念 过去从去年12月 104% 然后26 65 45 然后四月变成13 所以它的年增率 稍微有点下降的趋势 这个地方要小心 因为基本面 没有比较明显的成长的时候 那个技术面不容易推动 这地方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如果手上有的 靠近相对高档的位阶 建议调节 甚至如果你是 一高人胆大的 靠近前高的位置 我们也可以建议 可以做个放空的动作 因为OK 资金够大的话 放空往上 抓个10% 其实我觉得没有问题 你要抓近一点 抓个8%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这个是创意 来再来3661 四星KY的状况 它的四月营收的成长 还是年增率来到185% 累计营收年增率 到四月为止135% 都是维持高成长 没有问题 这一档我们也讲很久了 它就今年年初的预估 它那个美元营收 会来到 今年的预估的话 会来到8亿 8亿 所以就全年来讲的话 大概会到240亿台币 那以去年的营收来计算的话 成长性大概在77%左右 所以到目前为止 累计营收年增率 都来到135% 其实是高于原本的预期 高于公司预期 所以它走势强不强 其实相对比较强 所以真的要空的话 我觉得空创意会比空四星好 因为四星它基本面 还是在一个强劲成长 这个地方1350 今天收盘 离1385其实不远 所以有没有机会突破 确实是有 但是如果大盘不好 就有可能挑战一下 再下来 再整理再上 所以说真的要空的话 我会比较不建议四星 因为它还有基本面的支撑 再来6643 M31 它当然成长性也是不错 这边我们就讲快一点 来这边跌破月线 跌破季线 这几天又站上来 但是这里跌破比较多天 所以你说是真跌破 我觉得比较像真跌破 然后这边的高点 也不过前高了 所以看起来 这边前高的压力还是有的 所以这边还是要注意 今天的状况 大概是跌破季线 然后月线在下方 所以这边如果有的话 我们也是要调节一下 甚至不排除可以放空 因为这边都没有量能 没有量能 买盘不敢进来的话 也许可以空下来 然后再来6533金星科 金星科也是一个问题 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金星科它是做RiskFi 在RiskFi的架构 其实中国大概会是一个 蛮大的应用市场 不能说主要 但是是蛮大的应用市场 所以你看RiskFi的架构 RiskFi会受益的 大概6533是最主要的受益者 但是你看它的走势 其实 非常疲弱 非常疲弱 所以也是象征中国的晶片产业 可能会有点问题 可能会有问题 所以这些个股 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下 那中间当然包含什么 6515 尹威 尹威这一档 当然我们那时候 第一次进是在这里 这里 隔天跌下来 但是没有停损 涨上来 这一段座 我们出场 然后这边站回 我们又再买 这个在我们展哥讲过节目都讲得很明确 讲得很明确 然后这一波上来我们又做一个调节 那这里回来就没有再做了 我们就放弃它了 因为这两波 我记得一档好像赚五十几万吧 是不是 我有点忘了 但是大家可以回去找影片 但是这里一样可以注意一下 这里的高点的位置 这里高点过前高 没有问题 但是过前高 然后当天就下来 所以真的要放空的话 过高拉回 这里是调节 或者是放空的点位 但是一般 我比较不会这样拆 但是你试单的时候 你要这样试 倒是没有问题 所以这高点七百八 七百八 当天过高的时候就拉回 也是一个空点 也是一个空点 而且这里空完稍微做个反弹 这里又跌破月线 跌破月线再往下测 然后之前我们在股民开讲 也跟大家解释嘛 对不对 说这里反弹上来 不过七三一 应该是要做个调节 所以这里我们也是讲对了 又在命中 所以这边跌下来 跌下来跌下来 上礼拜我还拉上去 但是挑战月线又站不上 那今天再挑战一下 月线还是站不上又收下来 OK 所以这个地方季线会不会有危险 有可能 有可能 我就要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662的位置 大概没守住的话 今天是收661 所以没守住的话 有没有觉得再往下测 有可能 怕会被拖累 所以这部分 大概也是提醒大家 特别要注意的个股 那当然今天不要花太多时间 但多空策略 我们稍微提一下 你在选择股票的时候 做多股票 我们会选什么 是不是选 营收大幅成长 获利大幅成长的 OK 那所以同理 如果我们要做放空的股票 我们是不是就选什么 营收 大概成长性不如预期 获利不如预期的个股 然后像刚刚讲的几个技术面的概念 过高拉回 过高拉回 或者是高不过高 大概都是一个可以选择放空的进场的位置 我们举两个例子 像这个3454 那他的状况当然 后面的营收成长性就下来了 就下来了 然后这一段 最后一段喷出 喷出建高点 对不对 建高点 然后拉回 拉回第二次再上来 这个地方也是比较明显的高不过高 所以隔天的这根长黑 可以大概是一个关键的点 这根长黑 是不是前一天高不过高 这根长黑 可以又灌破重要价位 灌破月线 所以这边跌下来 再反弹也碰不到月线 再跌再反弹也碰不到月线 所以是不是就一路 水银泄地就下来了 那当然这个跌的多 跌的很深的 从290几块 一路跌 现在跌到180几块 所以确实是跌很多 所以我们不是告诉你说要去空它 但是一样 高不过高 跌破重要价位 这是一个好的放空点 这给大家一个提醒 所以你不会选股的话 大家可以用这种思维 1342 来八贯 那过去这一段你长很凶 没有问题 但是上来之后 我们发觉它三月营收的成长性 也在下降 也在减缓 所以也特别注意 这边上来一段 下来 下来再挑战 有过前高 没有问题 那过前高 隔天就黑K 但是这里好像也没有很惨 那这边再挑战一次 是不是也发生什么 高不过前高 高不过前高 高不过高 再下来再挑战 高又不过前高 所以高不过高 高不过高 连续两次高不过高 去年我们在放空的时候 也有用过这一招 对不对 所以这里第二次 所以这边要警觉 这边要警觉 所以这边跌破月线 是不是一个空点 其实是 然后这边高不过高 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空点 所以这边空的话 我们就拿前高 168以上来做一个停顺 对不对 然后当然这边跌破也可以 所以这边如果有空 空对了 是不是这边还可以加码 那加码这边 隔天再跌破季线 然后这里反弹 月线站不上 但是有收在季线之上 隔天再挑战 又上不去 啪啪啪 是不是又一路下来 所以近期看起来 做空比做多好赚 这是真的 但是跌多的 我不建议你再去空 我们就可以找像这种 高不过高 或是偏高档的 位阶的 然后再加上 他基本面的表现 并没有特别亮眼 像这种个股 有可能接下来的盘势 大家就会拿他来开刀 可能会是这样 所以提醒大家 我们在操作上 还是要注意一下 OK 今天忘了请大家按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每天下半十分钟 掌握最新行情 分析也不错 记得帮我分享展哥讲股 来今天最后 跟大家讲 还涨急跌是常态 还涨急跌是常态 不过当然股市来说的话 基本上长线来讲 我们还是偏多思考 没有问题 因为经济是 理论上是持续在成长的 除非遇到真的很特殊的状况 才会有真的所谓衰退的状况 所以 以人类的发展来讲的话 我觉得 长线而已我们都是看多 但是呢 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还涨急跌是常态 你想波浪理论嘛 上升是五波 下跌只有三波 所以涨上去要五波慢慢涨 但跌下来是 哇一二 ABC 马上三波就跌完了 很有可能是这样 所以你在操作上面 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弹性运用各种策略 因为像多空策略 其实我们讲空这件事情 其实好几个礼拜前就在讲 说要准备空准备空准备空 但这一段的过程 很多同学都会跟我说 哇我没做扣 我还是等做多好了 所以OK我知道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你对做空还是有一定的不了解跟排斥或害怕等等 但是我觉得策略就是这样 就弹性运用 所以有时候你就尝试 你当然不用说一下子全空 像今天我们在股民开讲也讲 JPP我们还是多单 B1还是多单 但是你说盘施不好 他们可能就涨不动 那涨不动的时候 像刚刚讲空下来的个股有些还蛮好赚的 那何乐不为 我会是觉得是这样 不过当然还是一个人的状况 当然不见得每个会员就一定要跟着空 但是如果你没做空的你就挑单 跳过放空的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只做多 那这个时候请务必 还是要降低持股水位 那如果手上你现在 持股还有很多的 不管是不是会员 不是会员也一样 当然会员我就会直接帮你 持股见诊 没有问题 那如果不是会员的 你要持股见减 我们就给你一档的机会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留下姓名电话 然后留下你的持股 买进的成本 买进的理由跟章数 成本章数买进理由 尽量写越详细越好 我们会给你比较 符合你的思维的答案 这个部分答案是这样 因为操作不只是价钱 不只是价钱 还有你的心态 那因为我们接触的 那个投资人多 所以你告诉我 你详细的状况 跟你买进的成本 我会比较能提供 适合你的 适合你的意见 OK 所以一人有一档 持股见诊的机会 因为平日 我们可能没那么多 如果没回到的 那可能真的排太晚了 如果这礼拜还有的话 你就再来报名 OK 那我们记得 真的在操作的时候 你除了关注获利 更要控制风险 更要控制风险 最后还是提醒大家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多空操作的策略 欢迎打电话进来 跟我们一起操作 0800370888 如果你没有空打电话 你也可以直接官方来留姓名电话 我们会请服务人员 回报电话给你 跟你说明 OK 感谢大家今天收看 祝大家操作顺利 拜拜 拜拜